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也是香港经济意后重启之年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映华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转访时表示 自上任以来他已出访不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深切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带来的积极影响 建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将两地的行车时间缩短由三个小时到40分钟 这高铁的战结建设也是国家投放的资源 在我另外去三宝龙印尼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间郑和庙 他们也很郑重介绍郑和当年夏西洋 去到三宝龙一个地方对印尼整体的文化的影响 和行政长官就去了中东拜访 这些国家对一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也都很有兴趣 也都很想和香港是一个紧密的接触 大家造成一个商业上文化上 和在其他方面的交流 在邱映华看来 香港应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因为香港是十四五规划里面 我们有八大中心 那这些对一带一路的国家 在五通这一方面 是非常之是对他们有一个吸引力 刚刚我们举行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我们有超过六千个参与者 有十个国家的部长级或以上的高级官员 来到香港参与 那有一百多个团体 和内地有三十几家企业参与一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那他们都是探讨在一个创新科技 在物流方面 教育 新能源 这些领域 是希望探求一个大家互相合作的空间 邱映华表示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近年来 香港特区政府着力践行五通 集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 为共建一带一路 贡献自身力量 比如在贸易方面 我们跟不同的经济体 我们签了8份的自贸协定 里面涵盖了13个一带一路国家 我们签了20多份一个投资保护协定里面 也涵盖了18个一带一路国家 或者在民心相通方面 我们都做了很多功夫 我们有一个一带一路的奖学金 是鼓励一带一路国家的年轻人 来到香港读书 让他们体验香港的整体情况 也容许他们在香港就业 从而可以将两地的文化 民心可以更加扣得紧了一些 我们在外经贸办14个地方 我们举办很多文化活动 就将香港的文化 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紧紧构合 希望可以在五通方面 做到我们应有的贡献 展望未来 邱英华认为 香港应坚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远景 继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扮演好参与者和贡献者的角色 在贸易方面我们会寻求更多 和不同的经济体签订一个自贸协议 比如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东的时候 和沙地亚拉伯和亚联邮都提到 我们签订一个投资保护协议 我们也积极争取加入RCEP 我们希望可以在最近的会议里面 他们审核我们的申请 可以让我们尽快加入RCEP 从而贡献到香港的经济 也可以贡献到大湾区的发展 也可以符合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